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很闷热很闷热 当午后呢短暂雷震雨的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午后这一场雨呢也可能影响大 所以我想过去这几天呢 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那个极端天气 热极端热 午后的雷震雨极端的大 所以呢大雨再加上炎热 大概就是呢这几天呢天气的写照 今天呢人就是闷热 而且呢全台湾各地的几乎每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而午后雷震雨的范围呢 也可能是超过一半的县市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既要防晒防中暑都不充水分 也要携带雨具 以避免午后的雷震雨来的非常的快 而且呢是这个雨是相当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影几率是高达70% 而且今天的范围时间可能会比昨天来的更广一些 但是呢白天呢在雨没有下来之前呢 温度非常的高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6度 中部地区也是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影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4度 南部地区呢稍微稳定一些 不过呢接近山区的地方 午后延就会有短暂雷震雨 晴时多云降影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只要接近山区的地方都有可能在午后降雨 那么降雨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4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27度 台中澎湖28度 台南高雄宜兰花莲都是29度 台东已经30度了 高温炎热午后大雨 好 所以这样的极端天气呢 请大家小心注意 调试方面的一些情形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呢 是跌多涨少的 道琼桂指数呢 小涨了15点 收盘指数是39,150点 涨幅0.04% 不过呢 纳斯达克标普以及费城半导体呢 都下跌 纳斯达克下跌了32点 刷盘指数17,689点 跌幅0.18%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8.45点 刷盘指数是5464.72点 跌幅0.15% 费城半导体是跌幅比较重的 下跌了71点 刷盘指数是5538.54点 跌幅1.27% 好这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NVIDIA 当然是涨多了 出现了拉回的整理 所以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连续两个交易日 拉回 那么跌幅呢 就累计两天呢 就跌了超过6% 也使得NVIDIA呢 这个成为呢 这个跌幅呢 就这个使得它 这个落居于微软跟苹果之后呢 成为全世界市值第三大 就从第一大降到了第三大 但无论如何呢 这前三大的公司 微软 苹果 还有NVIDIA 竞争是非常激烈 彼此之间的差距呢 其实呢 都不到1000亿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上个星期五呢 油价呢 是下跌的 纽约约约约约的价格 下跌了0.5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0.73美元 跌幅百分之0.69 那么白布兰特原油呢 下跌了0.4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5.27美元 跌幅百分之0.55 不过就上个星期呢 一整周而言的话呢 油价是上涨了超过3个百分点 另外呢 在自家哥黄豆期货的部分呢 上涨了百分之0.29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是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了37.8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2331.20美元 跌幅百分之1.6 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3.87 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2.09 只有把金的期货呢 上涨了百分之0.99 不过把金的期货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期货市场暴跌暴涨 那这个情况呢 其实有一些不寻常啊 要特别注意 应该是一些期货的一些 大的交易商呢 在这里面呢 扮演了很多的角色 所以要注意这里面的情况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呢 上涨了0.2个百分点 来到105.81 目前呢 很明显的看到 美元的经纪人 就是一只独秀的独强 相对于欧洲 因为政治上面的动荡 所以使得它的第二季 第三季不那么看好 欧元对美元呢 就转趋于贬值 美元呢 在全世界呢 又成为超强货币 其中尤其是对日元 又来到了 接近160日元对1美元 那么上个星期五呢 来到159.77日元对1美元 那么非常逼近了160的关卡 那么今年的4月5月初的时候呢 那么日本央行 两度的切入这个汇率市场 然后支撑日元的汇价 当时就是来到了160日元对1美元 那现在呢 又来到了 接近160日元对1美元 那么日本央行 会不会再出手 这个是市场最关注的焦点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800 百分之股价指数下跌了34点 跌幅0.42% 泛国巴黎真商工会指数下跌了42点 跌幅0.56% 德国普兰克指数下跌了90点 跌幅0.5%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是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就经济总体面来看的话呢 那么标普 S&P Global 标普全球呢 他们所调查的 美国以及欧元区的 这个PMI 采购经营人指数的 出估值 这是最领先指标的 最齐前的预估 那么结果呢 美国的 不管是制造业 服务业 或者综合PMI指数 都是继续的往上升 而且高于预期 但欧元区的情况 因为碰到了 政治上面的动荡 反而是在 制造业的PMI的部分 来到半年来的新低 好 所以呢 美国当标普白纸 标普全球啊 所做的调查 跟ISM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的调查 现在是分歧的 那么S&P Global呢 调查呢 美国的制造业很强 后来在 这个锦细红固线 50之上 但是呢 ISM 在这个5月份 所调查的数字呢 它不但是 地域紧续红固线 50之下 而且呢 数字是 比预期都还要来的低 很多 所以这个分歧呢 到底显现的 这个美国制造业 出现了什么样的面貌 不过服务业 两个指标 都是超强的 好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 转强 然后呢 欧洲呢 转弱 这件事情啊 那这也是使得美元呢 相对于欧元呢 转强的重要原因 好 另外呢 在就一周而言的话呢 道琼连续 四个交易日的上涨 涨幅达到了1.5% 不过纳斯达克跟标普呢 是近乎平盘 一周而言的话呢 纳斯达克的涨幅 小于0.1% 标普呢 一周涨0.6% 不过非诚半导体呢 在上个礼拜 四礼拜五的拉回 使得它一周呢 没有涨 反而是跌了1.4% 好 这个是呢 四大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台北股市呢 也下跌 当然受到美股当中 尤其是非诚半导体的 拉回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礼拜呢 大家最关注的是 星期五啊 那么美国将会公布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好 那这个数字呢 是联准会呢 在通膨数字上面呢 最重要的数字啊 其实值得来观察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NVIDIA呢 它作为全球市值 第一大的公司呢 只有一天 然后就连续两天的拉回 上个星期五呢 继续下跌了 3.22% 当然呢 这个NVIDIA 上个星期五的下跌 其实也跟上个星期五 是美国股市的三污日 是有关的 就美国的这个股票选择权 还有股票的期货 股票指数的期货 以及股票指数的选择权的合约 都到期 其实有关系啊 这一年有四次 3月 6月 9月 以及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就是他们的三污日 而这里面呢 除了在美国的纳斯达克的 指数的选择权 其实他的占比 非常的高之外呢 另外一个选择权 最热门的标的 就是NVIDIA的股票 所以呢 这使得他在上个星期五呢 震荡幅度相当的大 好 不过呢 就基本面来讲 他仍旧是强势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黄仁勋在13号到21号 因为他之前 其实已经申报了 这个股票呢 出售的自动 自动生肖制 就是多少钱 然后交易量多少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 卖出他的股票 然后完全不受 那个消息面的影响 那累计呢 13号到21号呢 他已经卖出72万股 总计呢 套现9464万美元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现在就经济面来讲 其实还是强势的 但就是呢 科技跟一般公司的 股票的这个分歧 因为在美股当中呢 标普今年以来 涨了14% 但是有六成 是美国的五家公司呢 所贡献的 分别就是呢 美国的微软 NVIDIA Alphabet 亚马逊 跟Meta 这五家公司呢 所贡献的涨势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非常集中的情况呢 是令人担忧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在经济指标的部分呢 美国呢 有一位经济学家 他是通讯媒体 Polson Perspectives 的这个投资策略长 鲍尔森呢 他提出了一个 沃尔玛的衰退指标 就是用沃尔玛的股价 因为他是表示民众呢 最去消费一些 很便宜的商品的 这一个公司 然后呢 去除以这一个 标普全球 奢侈品指数 然后去对照 这些中低收入户 然后跟最有钱的人 他们的消费之间的差距 那么这一个 沃尔玛指标呢 目前看起来 确实呢 是相对偏热 代表呢 是有衰退的疑虑 不过呢 因为他的公司债 和他的公债之间的利差 并没有扩大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可能是经济软着陆 而不是预言一个衰退 那所以现在呢 确实有修正之余 但还不到衰退的压力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不过美国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呢 仍旧是隐忧 美国国会预算处呢 上个星期呢 他们统计显示 美国因为 援助乌克兰的预算 跟援助以色列的预算 通过了之后呢 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 到9月底为止的财政赤字呢 将会达到1兆9千亿 这比原本呢 2月份预估的1兆5千亿 整整多4千亿美元的债务 而这里面呢 美国财政部现在看起来 更倾向于发短期的国库券 尽量减少长债的借贷 否则的话呢 可能会推升长债的这个利率 使得美国呢 未来呢 都可能要承受极高的利率 可是这也使得短期的 这一些债务呢 大幅度的上升 对于联准会的调控资金 可能会产生影响 对于联准会的对抗通膨 也有不利的影响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的统计显示 日本散户呢 现在呢 一窝蜂的涌向 货币市场去押注 日元可能会谈升 那么这些统计显示呢 去年日本的货币交易账户呢 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1240万个账户 这代表呢 日本的散户呢 进入这一些 这个货币市场 然后操作的 其实是汇率上面的一个交易 这日本投资人 占全球散户的交易已经高达了 接近百分之三十 那现在呢 日本散户之所以押注日元会谈升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日元对美元又逼近了 一六零日元对一美元 那么这会不会使得日本呢 这个央行财政部在介入呢 这个是日本散户压住 日本日元呢 升值的重要原因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台湾现在很热 实际上整个北半球都非常的热 都陷入了巨型烤炉 那么极端高温呢 频传 以美国来说呢 美国的中西部到东北部呢 将近一亿的民众呢 这个上个礼拜就已经陷入了 高温的烤炉当中 而这个礼拜估计 还要继续的陷入高温的烤炉 而根据统计显示 1992年到2013年 这20年啊 因为极端高温的原因 使得全球经济损失 大概是16兆到50兆 这里面当然农业的冲击 还有劳工生产力影响是最大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加拿大打算要跟进 美国跟土耳其呢 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那么加征关税 但是呢欧盟呢 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电动车加征关税呢 已经进入了正式的磋商 一方面呢 德国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 哈贝特呢 他访问中国大陆 跟中国大陆的包括商务部啦 还有这个发改委 以及工信部的官员会面 另外呢 上个星期五也传出来就是 中国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 他硬要跟欧盟 指委会的副主席 也是他的负责经济政策的 Dombrowski呢 来通视讯电话 启动这个整个的这个谈判 那么不过我们看到呢 这个根据中国大陆呢 所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 外商直接投资呢 已经跟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 入港股的部分上个星期五都是下跌的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七点三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二四 不过跌破了三千点来到二九九八点 深圳城只下跌了四点零一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零四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大跌了两百七十九点 跌幅百分之一点五三 来到一万八千零五十五点 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也因为这个涨多了 拉回下跌了一百五十二点 收盘指数两万三千两百五十三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六五 不过就一周而言呢 还是大涨了七百四十八点 涨幅达到百分之三点三 不过上个星期五呢 三大法人都是站在卖方的 我们休息一下